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仁美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仁美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美人 她为影坛和歌坛带来的却是一股野性奔放的新风潮 这在中国荧幕上是一种突破 当时的演艺界盛行着一片阴阴艳艳的阴柔之美 而王仁美则树立了自己清新自然健康泼辣的独立形象 中国最早一批演艺圈的女演员 应该说是当时的摩登女性 而步入这个行列中的不仅有社交名媛 也有不少高级白领 更有来自草根的平民阶层 演艺界的包容性非常的强大 但就是这样 王仁美也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因为她是出身书香男帝 因为她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 王仁美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她的父亲王正书 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 逃离满天下 毛泽东也曾经是她的学生 1914年12月 王仁美出生在这个有着书香气息的家里 在她之前 王家已经有了六个儿女 王仁美从小在长沙长大 冤冥树西 在家里 她是绝对的忠心和父母的宠儿 虽然如此 她却从来没有视宠儿教 在端庄正态的家庭中长大的王仁美 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也形成了她豁达积极的性格 和坚韧开放的个性 她从小就爱好音乐 只要身边琴声飘荡 她立刻就能像个小大人一样 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歌唱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流逝得很快 王仁美的父母相继去世了 在温室中长大的花朵 必须要独自面对大自然严酷的考验了 于是 没有父母的几个孩子 遵循父亲以前的教导 开始步入了时代的洪流中 也开始了人生的追求 王家一门竖节 王仁美的大哥 王仁玄二哥 王仁路 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们的父母刚刚离世的时候 王仁美只有七岁 她是跟随她的哥哥姐姐生活的 但是不久由于她的哥哥姐姐们参加了进步的革命运动 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通缉 王家兄妹只能各自分头避难 再也没有办法独自抚养年幼的妹妹了 于是在1927年 二哥王仁路 带着三弟王仁义和十三岁的妹妹王仁美 一起来到了上海 投奔曾经在中华书局的同事和同乡李锦辉 此时的李锦辉已经在着手兴办美美女校了 于是王仁义学谈蛮团林 王仁路负责布景服装 王仁美则跟着李锦辉学习歌舞表演 从此王仁美就走上了演艺之路 《美美女校》是明月歌舞团的前身 刚来的时候 王仁美就显示出特别的气质 她的底子非常好 学得快 嗓子亮 又能食谱 李锦辉的新作品 总是要她先试唱 然后让她当小先生 在王仁美来的第二年 李锦辉就成立了明月歌舞团 王仁美继续在这里学习歌舞表演 那时候还是很小的 十二三岁吧 那么李锦辉就给他们 就教这个王仁义呢 学乐器 王仁美啊 就学唱歌 跳舞 基本上是李锦辉写的歌都是让王仁美先唱 都唱了 而且她学得很快 1931年 明月歌舞团被莲华公司收购 改为莲华音乐歌舞班 王仁美由此走上了她的明星之路 还要听起响了 听起响啍啍啍 你对你的故事 看着天气太干燥 可是那些风吹着烟 那奥 不算了你却这么好 还不算了 别哭哨 你和我高山的七大快 把七八一块包 我快当天天妈妈 带着春风要见面 我让飞机突然叫小 拿着拔飞要飞走 我上班买的小小 我心里不能了 我能也让谁在她身上 让人的别这么好 爱不上了 也不怕她 你和我高山的七大快 把七八一块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她看到王仁美的歌舞表演后 立即 中年她就发现王仁美 觉得她非常活泼 非常开朗 而且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她在进那个摄影机前头 她从来不举手 她平常是怎么样 她在摄影机前头也还是怎么样 她都没有那种进口前面的那种 比如说是要做一点什么样子出来 或者说要表现一点什么东西 她没有这样 非常自然 所以孙宇是给她 就是说写《野玫瑰》 就是按照她的个性来写的 所以她演的时候非常自动 王仁美没有想到 也许连导演孙宇也没有想到 《野玫瑰》得到了一片赞扬声 王仁美也一夜成名 观众还给她起了个外号 叫《野玫瑰》 当时的媒体称赞王仁美 那清新的表演风格 也第一次引起了影迷 对中国明星的关注 关于《野玫瑰》1985年 王仁美在自己的回忆录 《我的成名与不幸中》 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不想当什么明星 也不想去模仿那些明星 我觉得小凤的性格气质和我相近 我很容易理解她的感情 我胆子又大 不害怕摄影棚里的灯光镜头 我也还比较能吃苦 不抱怨夜以继日的拍摄 所以我就像平常那样 说着笑着玩着 拿木盆在坑里滑来滑去 从窗口跳出跳进 谁知道1932年影片供应后 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 就成了明星了 《野玫瑰》是一部无声电影 《瑜伽女小凤》这个角色 把盲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健康之美 展现在了大荧幕上 她既没有病态美人的 扭捏作态 也没有《摩登女郎》的搔手弄姿 她的生机勃勃和野性率真 恰如一阵爽朗的清风 抵荡了中国影坛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 王仁美并没有为电影现生 这真的是一个遗憾 不过凭借《野玫瑰》 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 曾经只是在舞台上 在歌在舞的女孩子 但不久她的名字将会使更多的人知道 1933年蔡楚生筹拍《余光区》 其中小猫这个角色的挑选费了不少的功夫 因为这个角色既要有成熟的演技 同时还应该有一点陌生的新鲜感 这种感觉是在成熟的基础之上 当时的上海滩演员中 成熟的有很多 可兼具那份单纯的陌生感的 则是少之又少 最后快到开拍的时候 有人推荐了当时已成名的王仁美 谁知道导演一眼看中了她 因为王仁美所透露出来的书香器 正好掩盖了在上海历练出来的成熟事故 王仁美的自然大方 更博得了导演的青睐 这个我在莲花画报当中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 那么当时整个莲花公司 她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 莲花公司始终就讲 我们要为影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我们是拓荒者 我们是开拓原野的人 那么她要为影坛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种健康的 向上的这种东西 王仁美在余光曲中的表现 清新脱俗 与当时电影中所常见的成熟事故 截然不同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片首映后立即轰动上海 一夜之间 王仁美的清新形象 超越了人们传统观念中的 上海女人的妖艳高贵 而成为平民化美人的代表 她拿朴实的演技 强烈地表达出 被迫害女性的坚强和反抗性格 她给我讲 她演那个《眼玫瑰》的时候 她就说 她基本上在演《眼玫瑰》的时候 她就自己演自己 她应该说 就是扩清了当时影坛的一种病态的美 那么她为影坛带来了一种 非常野性的 奔放的 朴素的 自然的这样一种美 那么这种美对于 这个女性形象 在中国荧幕上的这样一种表现 也是一种突破 1935年2月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 一部来自中国的电影 获得了荣誉奖 这部电影 便是由王仁美担任女主角的余光曲 1934年6月14日 有声影片余光曲上映 盛况空前 联影84天 据当时报刊宣称 日日作无虚席 创外作之最高纪录 而女主角王仁美演唱的 同名电影主题歌 自然也成为了上海滩最流行的歌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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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剩余 非几汗角落 我们到处爱河 尝尽了人生的恶悔 妇女是永远的佼佼 穿着花样旗袍的艳丽女子 漫步走过慵懒的舞台 连落叶也在舞动优雅的谈歌 浪漫情怀的绝世乐里伴着泥浓软雨的歌哟 重温老上海深沉的冷暖恩怨 再寻了一个风花雪月的年华 1934年的1月1号 当余光曲还在拍摄中的时候 20岁的王仁美突然宣布 与当时的电影皇帝金燕结婚 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演艺事业 会由此发生重大的改变 说起来 当年王仁美和金燕之间的结合 还是上海滩的一段佳话 当时的金燕在上海滩也是个风云人物啊 因为前后主演的几部片子都非常较好 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封为影帝级的人物 两个人在认识之后 不多久就开始正式交往 并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过正像很多人后来所说的那样 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在上海演艺圈的花团锦簇中诞生的 本身就绕上了光环 一旦这种光环因为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去 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 后来这段婚姻的结局证明了 这句话不是妄言 金燕是朝鲜人 自幼随家人来到中国定居并加入中国籍 她17岁开始自谋生路 有一度金燕穷困的几乎无法生活下去 直到加入田汉主办的南国艺术剧社 金燕的生活才有了一些保障 从此开始她的艺术道路 金燕与王仁美相遇彼此有益 两个人在上海滩都是身披光环的明星 容貌气质都很般配 所以周围人对他们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她和金燕的生活确实非常摩登的 比如金燕那个时候就买了一辆很流行的欧洲的牌子的车子 并且金燕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飞行员的样子 也喜欢让王仁美小鸟衣人一样的衣棒在她的身边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拍片子 拍完片子以后就开着车子到上海的西郊 也就是现在的虹桥路一代 法族界一代 兜风享受田园风光 对不起 咱们唱泪 是 记得你 是 咱和鸟的领导 欧洲的领导 就在婚后不久 而且是在余光曲的拍摄过程中 王仁美就接到了莲华影业公司 解除合同的通知 理由是女演员一旦结了婚 追捧的影迷就大大减少了 看起来这和现在的一些现象 是如出一辙的 虽然解除了合同 王仁美并没有马上离开公司 而是坚持无报酬的 把余光曲完成了 王仁美为了爱情 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婚后的王仁美 再也没有和任何公司签约 她将自己拍摄影片的选择权 交给了金燕 由她来决定自己拍什么电影 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去了 然而此刻的王仁美内心 还有着一种担心和犹豫 1985年 王仁美在自己的回忆录 《我的成名与不幸》中这样描述 有时候 你似乎觉得 已经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是新的事物 有新的矛盾向你涌来 你又茫然了 需要再经过思索 甚至是犹豫徘徊 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选择 她就是说 你一个演员 她是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对你这个演员 它是有需求的 当你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从事这个职业 那么它必须保持神秘感 必须保持一种在公众面前的 一种纯洁的形象 当时著名的影评人唐宇写文章 为王仁美打抱不平 说电影演员 难道就不可以结婚吗 并举例说 王仁美并没有因为结婚而失去个性 结婚后 王仁美希望别人还是叫她王小姐 可是大男子主义的金艳 坚持让别人叫她金太太 两人为此 曾多次发生不快 有人说野猫变成家猫了 有人这么说过 就因为她觉得 她总觉得金艳比她能带 是不是 她很多人就听着金艳 给她做安排 比如说给她联系拍什么电影 她去拍 自己在这考虑的比较少一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从小家庭教育严谨的王仁美 希望可以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然而固守传统观念的金艳则认为 她作为一个丈夫 有理由 也应该由她来养活妻子 因此坚决反对王仁美 独自参加当时的一个进步团体 大鹏巨舍 更反对她报考 美军大资源来补贴生活 金艳不了解 在颠沛流离中 王仁美的思想变化 此时的她 又怎么可能安心当一只家猫呢 金艳认为 王仁美伤害了她 作为一个丈夫 和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于是 在没有吵闹 也没有泪水的平静中 他们开始思考 这段婚姻 到底有没有维持的必要 最终 这种无言的对抗 促成了他们的分离 哥哥 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美女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床上 嚼着那鲜红的顶旁 我曾经弹着吉他 把你门声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你平静下的 üç æに 膝静下的邦恣 哥哥 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妹 呀 我曾在红河的岸隅 我曾ier 黠岸一 婚姻本来就好像两只抱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一样 必须要忍痛削掉各自一半的刺 不然必将头破血流 1985年王仁美半身瘫痪 由她口述请作家谢波执笔写成回忆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我的成名与不幸一数 忠实地记录了她的一生 王仁美一生中成功地扮演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妇女形象 无论是她动人的歌声 还是她初衷的样貌 还是她独特的演技 她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一代美人 一代才女 她是中国影坛永远的夜玫瑰 繁华落尽 属于上个世纪的那段美丽 肯定是不能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 如果有轮回 怕也是远远的还能看见那么一点熟悉的影子罢了 纵观王仁美的一生 她有自己别样的艳丽 早年在歌舞的世界中翱翔 而后又经电影潮流的洗礼 她的歌曲是那个时代的实弹曲 被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她的名字 一个清晰特别的符号 如今已被深深地镌刻在中国电影史 和中国流行音乐史上 成为永久的印记 这是今天的音乐传奇 我是赵中祥 再见 三十年代的一场歌唱大赛 她力压群放击败周旋 一举夺冠 动荡不安的乱世之秋 她力排飞翼 与同时代的著名作曲家李景光 扑出一曲荡气回肠的诗声之列 下期敬请收看海上鱼韵 白红